我认为人生要是圆满就是一个孩子 年仅25岁的产妇吴盈 怀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 还伴有重度肺动脉高压 怀孕生子对她来说是一件危及生命的事 但吴盈却坚持生产 她不顾一生和家人的竭力反对 一心享有个后代 在吴盈看来风险肯定会有 但应该没那么严重 她愿意为了孩子拼一把 这让一家人都跟着揪心 随着胎儿的不断长大 吴盈的心脏复合也不断加重 虽然孩子还未足月 但医生还是决定提前做抛妇产 尽管吴盈表面看起来风轻云淡 但在和父亲通话时 她还是忍不住露出脆弱的一面 对于即将到来的手术 这个年轻的姑娘还是发自内心的害怕 丈夫和母亲轮番安慰 吴盈的心情总算平复 她开始思考孩子将来的姓名 母女俩笑作一团 但谁也没想到 这竟成了他们最后的欢乐时光 手术前 吴盈需要先插倒尿管 她痛苦地握紧拳头 泪流满面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考虑到吴盈休闲的病情 医院集中了最好的产科团队 力保她能挺过这一关 抛妇产手术其实不难 但吴盈和其他产妇不同 她先前就流产过两次 而胎儿一旦被取出 她的横膈膜就会下降 血液循环也会发生极大改变 如果血压控制不好 她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抛妇产过程还算顺利 吴盈淡下一名男婴 她只在妈妈肚子里待了七个月 体重只有两斤 但好在是健康的 孩子被送往儿童医院的保温箱 而吴盈被送往ICU 母子俩相隔百米 但却无法相见 书后第二天 吴盈就醒了 她的各项指标极不稳定 血氧饱和度只有81% 正常人应该是95% 这会直接导致血压下降 心律加速甚至死亡 看着浑身插满管子的女儿 母亲哭得气不成声 丈夫也偷偷抹着眼泪 一家人的心都紧紧揪着 看着父亲桑桑的面容 无法言语的乌盈也泪流满面 在ICU的第八天 无用的血氧饱和度 已经降到59% 肺部也出现严重感染 医生们紧急会诊 但情况还是有些不可控制 丈夫不断提醒她要坚持 一位拼命产子的母亲 如果到最后 连自己的孩子都没见过 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 但吴盈最终还是没能坚持到底 医生们轮番抢救 一切还是无情地 变成一道直线 这个伤在墙保中的孩子 就这样永远失去了母亲 医院的另一边 38岁的林琴 即将迎来她的第三个孩子 在死之前 她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还都是抛工产 但她还是想要一个儿子 林琴这一胎 属于凶险性 钳制胎盘 胎盘长到了子宫基层 要想把她从子宫腔剥离 就如同把一棵大树连根拔起 大树血的概率极高 而这也是造成很多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 生产过程中 林琴如愿生下儿子 但医生们担忧的情况 还是发生了 血液如喷泉般涌出 短短十分钟内 林琴就出了三千毫升的血 而一个成人的正常血量 也只有四千毫升 最要命的是 血根本止不住 医生们只得按住出血点不动 等待血库送血 同时也向家属 发布了病危通知 到目前为止 林琴已经输了六千毫升的血 但情况还是无法控制 医生们最终决定把子宫切除 家属们也艰难地签下手术同意书 子宫拿掉后 林琴的大出血终于止住 这位母亲在手术中 一共输了一万毫升的血 相当于把体内的血换了三遍 可以说命悬一线 死里逃生后 林琴忍不住热泪盈眶 她告诉记者 如果有来生 她一定选择做男人 至少不用遭这么多罪 而这些冒险生子的母亲 我们很难去说 她们是母亲的伟大 还是生命的赌博 为了怀孕 42岁的应贤梅 尝试了四次试管婴儿 但全部失败了 三年前 在次救火任务中 年仅20岁的消防员 刘杰被热浪掀出窗外 从13楼坠落 英勇牺牲 而她是应贤梅 和丈夫唯一的儿子 两年过去 夫妻俩还是没能走出 事故的伤痛 为了重新找寻 情感上的寄托 她们决定再生一个 前不久 应贤梅做了第五次试管婴儿 而这次能否顺利 就看今天的复查结果了 好在上天眷顾 应贤梅喜极而泣 明年正是儿子的本命年 这个孩子的到来 仿佛真的是命运轮回 一家人的笑容 都跟着多了起来 日子有了盼头 就会过得飞快 生产这天 应贤梅疼到两眼发直 宫缩已经持续八个小时 但孩子还是卡在骨盆 没有出来 她疼到一度想要放弃 因为是高龄产妇 应贤梅的生产异常艰难 孩子出生时 期待还绕紧三圈 但好在一切顺利 夫妻俩拥有了一个漂亮的小公主 她们给孩子取名 刘梦元 亦为圆梦 满月这天 消防队专门给小孟元 送了一件迷你消防服 儿子牺牲多年 应贤梅第一次踏入消防所 这个地方是她的伤心地 但直面伤口 才能彻底治愈伤痛 是女儿给了她新的希望和勇气 而这或许就是新生的力量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